我在想,我自己感觉这个连接是必然的,一定的,是真的 可是我不知道在座,在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是不是有感受到这些连接性,这个link 因为这个东西都太远远,台湾这个文化太遥远了 这个好像都是什么? 不是我们台湾文化的一部分 我是这么感觉,真的很想知道这种感受 可是我可以透过这种小说来含用这些东西 所以真的在座的父母,真的让小孩子看小说 正规教育不要去关心他,私下有没有看小说 丁老师不好意思,我是黄福博 这礼拜又给您提问了,我给您请教一下 大家现在都知道核能的问题,因为日本辅导报 车诺名报了以后,在您当署长这段时间 您知道六亲我向您一定非常的熟悉吗? 六亲卸过TDI,另外一个TDI非常有名的案子就是 1984年的伯帕尔事件 现在已经判决下来了,二十万人终身残废,六十万人死亡 你现在才二十七年,所以十多年前那个拜尔来 也是设TDI 那个伯帕尔那个场面我们六亲大 那完全是不同的规模,六亲又比较大出许多 那在您当,而且我们现在到那个金山去,除非你带了计量去 我去量过了,大概就比我们台北市蛋糕四倍吧 还好,比那个日本的二十倍又低很多了 那六亲那边你闻的空气永远是酸的 不可能没有酸,六点钟以后去闻更酸 白天流出来的水是透明的,晚上流出来的水是红色的 那您在署长那边,就您工部门来看 是怎么去看这件事 因为我觉得那个比这个,那些人 我最近,我昨天又check我那边的居民 除了卖料,因为有补助,他的人口有增加 其他的,有六个危险的乡 其他五个人口都开始减少 结果总人数还增加,因为有补助嘛 因为最近一骚,结果侵入人更多 我在做那个市场的时候 我也是很合的 合四是,我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来把它挺长的 是因为政治的关系 立法院委员的关系 所以没办法 那我记得这个 五亲,我那时候还没做公园的时候 五亲我想在座的也跟我们去访过啊,对不对 这个后进的,对不对 那 蓝驴的合肺料,我想在座的也访过啦 我记得很清楚 第九日,第一次台湾警察 第九日的时候呢 我跟这个范景他们都弄了 一个在华市同意来 来请这些男女的这些武士来讲 那他们在,那他们在 当时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呢 有一个条件 第一个不能穿绿色的衬衫 其实那个时代 在座的年轻人 我们能不能够了解 第二个,我不能上台 那我都同意 因为,可是 这个 蓝驴的 导物族的这个 武士在上面 用他们的文化表示 就像出宗旨的那种 出宗旨的那种动作 那 马上啊,电视就 没有啦 填了差不多几秒钟啦 那个时代 我们都进行了 那现在为什么 我们那时候我写了多少有关的 男女的这些宣言来支持他们 可是现在,我今天 到台东去也讲了很多 核贵药的事情 后来我想了一件事 我说,哎,拜托你们 导致,不要把男女 认为就死死你们了 是,他给你一点六万块钱 你就接受他的 核贵药的做准处 男女是全世界的赤赤 是台湾两千三百万人 三百万人所拥有的 我要分,分,我要分 我这样子讲 不是要分 我这样子分 台电就没办法的执行 用钱 来把人的尊严 消灭的一个方法 对不对?太多了 两千三百六万,好 六万两千三百万的多少钱 他付不起啊 对不对? 那的确是,那个 那你也是你我的 住在这块土地的人民的所有的 最早,我记得最早的时候 新竹的一个化工厂发生 污染的事情 那结果海岸 那他们就赔偿了事 那时候就很反对啊 用赔偿的方法 来 来处理这个污染问题 因为,拜托 那个地方的污染给你们钱 就解决了,污染这个土地不是他们的 对不对? 真的 所以我们要重新地思考这个 这个环境问题 不是说现在台电要在续海 平洞的续海 要在台东的这个南田 弄两个 他故意弄两个隔壁厂 他说最终存存壤 我也不知道 我还会去好好看他们到底什么意思 最终存存壤 是用过染料的最终存存壤 還是像男女那個最新春節長女 我都不知道 那她為什麼弄兩個呢 她不是要決定兩個 她要來補助款項 會能夠來想來想 互相來競爭 哪個多的哪個少的 對不對 可惡呢 我剛剛講過這個人文的 這個Etheltson 潘州裡面 有一個人的生命 我們現在我們一個人 剩下的什麼都沒有了 就是個尊嚴 所以你看這個 這個賽德克族 這個巴勒 他們現在的賽德克族 就是尊嚴 到後來就是因為尊嚴的方式 打到最後 死掉的尊嚴 你活著這裡 才有 所以 所以 我不知道 六萬塊錢 聽說要增加八萬塊錢 而且八萬塊錢 不是直接給大夫主 住在那個地方 而是給政公主 政公主要怎麼做 怎麼一回事 台灣的政治現象 不斷清楚了 好 不管怎麼樣 這個就這樣子 唉唷 我知道 所以我只是鼓勵 一定要培養出別人 有這樣的心境 所以很煩 所以才會怕就去 在這邊我也想補充一下 就是說 其實像那個 剛剛林老師有提到的 就是說廢料的儲存廠 是因為我們現在 廢料在核一核二核三廠 其實他們都 再繼續用的話一定會滿 那他一定要找個地方儲存 那他原來呢 他也有希望能夠 比如說像去看幾個地方 比較適合的 包括澎湖 但是澎湖後來是反對 所以現在只剩下台東還有金門 所以像這樣的地方 他們就是說 如果你可以讓我放這個儲存廠的話 那我就是會給你失憶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會用這種方式 所以這個還是要用一個公投 那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常常政府會用很多的方法 來讓他的手段合法化 所以這個合法化就造成就是說 我們很多人不在這個狀況裡面的人 我們很可能就是照他的遊戲規則走完了 他就取得他的一個正當性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滿恐怖的 可是問題是我們大家都沒有那麼多的 資訊的來源 所以當我們現在在講到反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 哇好可怕 還是要反政府 其實我覺得不是那個意思 你如果用另外一個字 譬如說另類 那這樣子的話可能就沒有那麼反 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我覺得 真的是剛剛林老師有提到就是說 政府不是所有做的東西都是對的 他常常他可能是用某一個角度 或者說被某一群人包圍了以後 他就做出一個東西 然後那個東西呢 我們大家其實是 在狀況外的時候 我們可能只聽他的宣傳 聽到宣傳的時候就會覺得好像還不錯 可是事實上你再往裡面探究 你就發現說一定有一些人是被犧牲的 是被破壞的 那那些人 他們得到的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想這個真的是 我們大家要去用一個另類思考 可能就會有很多的東西會跑出來 那剛剛那邊有個夥伴有問題 來